小選手們拼勁十足 展現羽球技巧最好的一面 由基隆市學生家長聯盟 舉辦優質教育節能減碳羽毛球邀請賽 在七堵長新國小熱鬧開打 八所國小132位小選手們 集聚一堂以球會友 主辦單位也在現場宣導節能減碳 以及市政府教育處的相關教育政策 讓大小朋友都能夠更了解 呈現了十張海報 其實基隆市政府教育處 其實這一年多來有很多的教育政策 可是或許家長的資訊不是那麼透明清楚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個比賽 要讓更多的家長更多的市民知道說 我們基隆市教育處做了些什麼 然後了解些什麼 包括基隆市長謝國良 市政府教育處長楊貴傑 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玉 市議員張耿輝以及曾宜芳 都親自到現場為小朋友們加油打氣 很高興能夠跟家長總會 還有我們楊秀玉副議長童肯會議員 大家一起來關心跟合作辦理 我們的這個羽毛球選票賽 這些學生呢大家都非常努力 我希望在基隆市持續打造更好的運動環境 羽毛球是非常適合基隆發展的一個單槍運動 有這個多餘的環境 所以我們未來基隆市議會會自力推動 相關的場館來建制羽毛球的專業訓練中心 現在目前在基隆高中正在努力 我們也會積極的爭取相關的補助 希望我們在羽毛球的發展 也可以朝向完整的三級運動的一個發展 是非常好的活動 尤其也感謝我們相關單位的努力 也希望這些活動能夠繼續持續的發展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